来的主人翁 茶交省的偏僻俱落 却没有一个孩子不住牙 我本身就是 我小国中的护理师退休的 我在做卫教之前 我都要拿着镜子 让他们看口腔 几乎没有一个 没有住牙的 而且都是乱着牙根 所以我会把好的跟住牙的 做个比较让他们看 那妈妈或阿嬷就会很投入 孕妇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大概有四位到五位 都没有做产检 都没有做产检 也不知道她怀孕了 也有多大了 那我们就还好有 曹英波的设备 我们就给她去做个检查 产生的卫教 对这个baby生出来以后 这个世界是更美好的 让她 我们期待她的来临 此期医疗团队几天一诊下来 发现这个劳动人口多 加上生活习惯 造成筋骨酸痛的问题最大 中医的观点的话 其实含湿的病人反而是很多 那在跟 就是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这跟他们可能 洗澡的时候 很多其实是在洗冷水的 或者是说他们会睡在地上 那这些其实对他们筋骨状况 都会有蛮多的影响 进入每个来 都是头痛 酸痛 还有胃不舒服 可能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他们很喜欢喝喝冰水 然后可能是一些比较腌漬的 比较酸的 或是比较辣的东西 那三个都是咳嗽 前两个大概都咳将近两个月 那最后一个是咳嗽了一年多 医疗资源缺乏的查交审 乡亲要看一次病不容易 各科医护团队合作 解决病苦 带来更多温暖关怀 大家请问这是美职工锦普寨报道 如果没有他